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20日 刚才看到一个新的消息 重庆市的民营企业家杨怀清 被判刑20年 非常令人震惊 我们知道这个案子 网上有很多报道 2018年的1月31日下午 这个李怀清在重庆被抓捕 当时的罪名是涉黑 那么同时呢 还有他的这个太太叫包雁 还有这个李怀清的大儿子 就是前夫生的大儿子 他结婚了两次啊 那么还有八名员工啊 七名其中五名员工 这个已经在公司离职了多年 也抓回来了 还有一个财务人员 此外还有一位给公司做保洁 和做饭 搞杂物的一个阿姨吧 也就过他这个和他交往的人呢 以往打尽了 那为什么对这位民营企业家 如此的就大动干戈啊 那就是因为呢 他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在微信群当中 这个发表了不同证件的 一位民营企业家 而就又是重庆的一个亿万富豪啊 重庆富华典当公司的大老板 同时还有一家这个服装店啊 那么这个人呢 在重庆是热衷于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 这个不像有的企业家 仅仅是赚钱 他还关心政治 特别关心什么 关心这个 这个现代史 也就注意研究 这个红军当年啊 在这个重庆四川 这一带活动的一些故事 其中涉及到毛泽东 也是到这个张国陶 张国陶现在就躺在这个多伦多的 这个一个墓地里面啊 他碎得舒舒服服 他过去做的那些事 他不管了 那你看张国陶的回忆录里面 都讲到过啊 讲到这个当年战争年代 就共产党当时在那个地方 搞一些事啊 那么这个李怀庆呢 当时就在2017年10月到18年1月 他曾经先后其次 在这个微信群 发表了一些文章啊 都是小文章 比较短啊 主要是讲什么 就讲这个 红四方面军 也就共产党这个战争年代的时候啊 这些旧文呢 讲红四方面军呢 在四川这个地方 这个杀人上万的 其实不止上万 这个杀了很多人啊 这个手段都非常的残忍啊 这个他这个根据网上的这个资料 这个报道啊 说这个当时啊 说这个当时啊 他是报道这些消息的 有很多媒体 有一个这个媒体叫 这个四川月报 他有报道啊 他说这个 1934年10月份 四川月报报道 这个全四川呢 在这次兵灾中 也就是国民党的兵去追这个 这个张国焘的兵啊 也就是 就红四方面军吧 在这个当中就死掉了多少呢 110亿万的 你想 这真是这个 草菅人命啊 而且他这里引述着张国焘的回忆录啊 说是四川北地区啊 就是四川北部地区 耕作 受着战争的妨碍 天理不能 已经不得不杂烧丛臣了 全都荒污了 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 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 红军肯定抢粮了 对不对 这个 并不是他们解放以后胜利了 吹雪 他们有八项主义 那都吹牛 他走哪抢哪来 吃到哪里去 他不管 所以另一部分呢 被敌人所糟蹋了 也就是说他抢了敌人 也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吧 国民党军队也抢 都抢双方啊 抢了老百姓的粮食 然后吃饱了 喝足了就可以打仗 争夺权力啊 说是川北苏区的领土 就四川北部那时候不是 共产党领导叫苏区吗 说一片荒凉惊 温义横行 你想想那些年代是很惨的啊 这个 劳动力 死掉了60% 就是壮年 青壮年人死掉了60% 田地荒芜 荒芜的70% 没有人种地 虽种地 种完就抢光了 是老百姓苦啊 那个年代啊 那么炎黄春秋啊 这个在2013年第八期 一个署名叫赵霄凌的文章 提姆斯叫1933年四川兵变 他就记述了中共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杀人的这个情况呀 那么我看到了今天是大纪元网站有一篇文章介绍 他说这个这个有一个叫田歇民口述 朱万鹏整理 那肯定是老先生年龄很大了 在四川待过 就亲眼看到这些情景 回忆这个故事就记载下来了 说什么呢 这个故事集发表在2011年10月1号 重庆正邪报 题目叫终生难忘的首都国庆观礼 他讲1951年9月30号晚上 总共搞这个国庆晚会 毛泽东就问四川城口县的老区代表 毛泽一看四川那代表 毛泽那时候这个不像晚年啊 昏庸那时候刚解放 毛泽东经历比较充沛 就问这个代表 这个代表叫田歇民 说是红军他们在那里好不好 这个田歇民就说 就是杀人太多 其实毛泽东心里忐忑不安啊 直到他们当年为了争夺权力 在那里干尽了坏事 杀人无数 双手沾满人民的玄学 这都是罪犯的 但是这个人不太好意思直接讲 就说什么都好 就是杀人太多了 毛问旁边的中共元老徐向前 徐向前颠的头说 这就是张国焘犯的错 哪是仅仅是张国焘 和共产党犯下的罪行 那么现在这个 这个徐向前的观点啊 毒害了这个 就杨怀青的太太 叫包艳 就现在杨怀青判了20年 他的太太一直以为 这个杨怀青这案呢 是这个 邓惠林当公安局长 那个时候搞的 他就认为 他一看报纸报道 邓惠林被抓起来了 他就以为习近平能放过他的先生 陈敏尔能放过 没想到判得如此之重 这说明什么 这些抓人的罪行啊 都是共产党一贯的本质 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改变 所以必须认清 中共反人类的这个本质 它是不会变的 你换了 从王立军换到邓惠林 换到河庭 河庭也抓了一段时间 后来是高高居起 轻轻放下 没有判刑 回这个山东老家 种地去了 但是又换了邓惠林 从湖北公安厅调来 那么王立军 到这个河庭 到邓惠林 都是中共 钻制政权的鹰犬和工具 都是咬人的狗 不会改变 这个所以他的太太 包样啊 这个观点呢 就是受了什么 徐向前这个欺骗 徐向前不就说 他杀人的 最次张国陶搞的 不是我们搞的 那不是你搞的 是谁搞 就是你们共产党搞的 对不对 只不过是 徐向前毛泽东 和张国陶闹矛盾吧 说张国陶最后 跑到这个香港了 七十年代 然后在香港 想做生意 那个卖黄金 结果生意没做成 赔了五千块钱 从此以后 他就说他不能做生意的 他就来加拿大 他为什么来加拿大 因为他知道 共产党的反动本质 闹犯了之后啊 这个张国陶曾经 这个到国民党 那个军统里当特务 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他 一直要追杀到天涯海角啊 所以他就跑到 这个多伦多来了 晚年过得还不错 两个三个人好像是 有一个工程师 还有一个是医生 那个晚年算是 这个善总吧 总是死的没有像 这些老孙儿啊 就是共产党这些 贺龙了 这些老孙儿 刘少奇这样 被整得那么惨啊 不管怎么得躺在 多伦多这个 这个一个墓地里面 我去过好几次 这个张国陶这个墓碑 也是两面碑 这边碑是一个犹太人 那边碑 靠里边是自己的名字 他为什么这样 不是说买不起碑 他知道共产党坏啊 怕到他到墓地来毁他的墓 死了也不让他按宁啊 所以他就弄两块墓 两面墓啊 就生前是两面人 死后是两面墓 就共产党关于都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李怀信呢 就是把这个 就是当年三十年代 这个故事啊 这个这个事情转发在网上 你想都不是他写的 他只是看了以后 他非常同情这些 死去苦难的老百姓啊 你想那些人当年 死了多少人男女老少 让共产党给干掉的 这个李怀信就是 特别有良知和良心嘛 所以呢 他就在这个微信群当中 就传播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批评 1932年秋天 红四方明军 以及张国焘为首的总部 遂领第十十 十一时十二时七十三四 和受共国际团 共约两万人 进入川北地区 就在那个期间干的事 那么1932年12月25号 红四方明军占领通江县城 33年1月23号占领 八宗县城 1933年2月17日 在通江县城召开了 川山第一工农兵代表大会 成立川山苏维埃政权 什么苏维埃政权 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的统治 想夺权嘛 对不对 忽悠老百姓 等到革命成功了 都是亡产主义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喝酒 平等 我们互相关爱 等等 都是骗人的 他们拿到权力以后 就可以整别人 他讲的 这个李怀青呢 就是把这个故事 发表在网上 结果促弄了 专制统治社 于是呢 这个重庆公安局 就给他强加一个罪名 什么罪名呢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呢 这个罪太大了 而且正感到现在这个 外地有可能如群这个年代 也就裂变年代 共产党到了统治的后期了 特别怕李怀青这样的人 为什么 第一 李怀青他是企业家 有钱亿万富豪 他怕李怀青拿这个钱赞助 民主运动 他自己来从事民主运动 他担心 第二 李怀青 四五十岁 正是好时候 将来革命 这个登高一呼 说不定成为重庆的这个领袖 反对共产党 他担心这个 这个所以呢 从今 这个一中 终极人民法院 八月二十二号 十点钟 就一审 就审理这个李怀青的案子 他的太太傻傻的 还以为 他是受灯毁灵 就不可害 能放他 我看他发表了很多的文章 这个中国老百姓就是善良 倾心 就是认为共产党 一旦换了这个领导 就能把他先生 这个案子给他翻过来 这个是非常幼稚的 你看薄熙来唱红打黑的年代 搞了640个黑社会组织 一个也没翻过来 包括本人曾经报道过的 这个李军案 到最后也没翻过来 共产党不会承认自己 傻人是错的 因为他 这是他反动本质 永远不能改变 所以说 这个故事 充分的可以看出什么呢 中国民营企业家 你就是 要和共产党斗 你就斗到底 你这样的 好像很善意的 我是帮助你 谈谈战争年代的故事 对你现在的事 采取回避的态度 好像还拥护共产党 像两边通吃 甚至还想做生意 那么还想 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那肯定是非常危险的 要不你就 像有的企业家那样 建了共产党 你就讲好 而且要讲特别好 你就讲万岁 万万岁 你不能挑一毛病 条万万肯定整你 就共产党就是这样 所以说 这个李怀星这个案子 这个可以这样讲 现在非常具有这个典型意义 不仅是怕二十年 她的亿万财产 全部都没收了 我看到今天网上讲的消息 她太太 现在只剩下一个小服装店 这个生活还是比较艰难 那共产党的想法就是这样 一个是我叫你去变成穷光丹 另外我叫你人死在监狱里 你想怕二十年很难再出来 你想吧 出来二十年以后是什么情形 共产党有的是监狱 共产党整人就是这样 就像对待这个任志强 任大炮一样 你说习近平是小丑 我给你判十八年 财产全没收 这个你不是指我习近平是小丑 但是你污蔑了红军 红军就是习近平的蝶 他蝶是吧 他们都是一伙的 就是他这个这个红二代吗 不就是沿用这些东西 保护这些东西吗 所以说他怎么能放过你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消息是 刚才我看到这个微信啊 我看到这个推特上面 包业也就李怀星太太 发表的文章啊 他说呢 没想到啊 离重庆的公安太黑了 不是重庆的公安太黑了 是你把它想象里太白了 太红了 他们原本就是这么黑 不会因为哪一个领导人换 而是任何的改变 你看波西来进去以后 那些整波西来的人不一样黑吗 对不对 这黑是波西来学的 那你习近平整别人也是一样 这个月是跟他整他爹那些人 来学这个手段 就是阶级都互相斗 从三十年代一直斗到现在 还没斗完 不过我认为啊 这个他们总有一天 要灭亡 因为什么 他是违背人类的最基本的 这人性的 这个残暴的政权 真是到了这个 这个默契了 你想就这么一个企业家 就是发表这些文章 还不 不够那么一两千资 还是战争年代的事 就判二十年 这多吓人 你想 那么今天的海外企业谈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